12月6号 台湾2019代表资大选票选结果公布 乱字在42个候选字中夺得最高票 获选为年度代表字 同时 乱字也是2008年台湾首届代表资大选中的头名 台湾代表字历经12届选拔 首次出现重复的年度代表字 怎么12年之后又回到同样一个字 难道年度代表字的选拔也有景气循环吗 就是乱了之后 然后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又回到乱 不过选出这个字呢 我也觉得不仅很敢配台湾人民的智慧 因为用这个来描述今年的确是很贴切 据悉 台湾2019代表资大选总计票数近8万票 乱字拿到10323票 比第二名幌字多了近4000票 值得一提的是 乱字由知名导演李安推介 代表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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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哎呦 很乱哦 是不是很明显 到处都封得很紧 他觉得好像是过去我们的一些理想 想当人而来的一些理想 一些反弹 那也是给我们的一些教训 那我们也要继续教训 看看怎么冷静地应付他 当天现场 中国台湾羽毛球运动员周天成揭晓了年度代表字 谈到对年度代表字的看法 他表示社会有负能量 更需要有人站出来发挥正能量 社会上氛围可能就发生很多事啊 不管是 就是可能发生比较多 不是那么好的事情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多事情在发生 所以会觉得很乱 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有负能量就需要有正能量 所以我觉得我们运动员就是要发挥就是正能量这一块嘛 台湾代表字大选自2008年开始推出 由台湾中国信托文教基金会与联合报合办 过往年度汉字包括乱 叛 淡 赞 优 假 黑 患 苦 忙 翻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